- 嗨,大家好! 相信在上個版本有玩的玩家們都知道在3.13龍神律是個穩定有效率的賺動或方式 吉利蛋這個詞也開始出現在玩家口中,那麼在3.14獻金版本中 地圖天賦版神律的改動變成了30%機率出現強力神律頭目 因為則在這版無法像3.13一樣只刷一大片神律9年金曲大量投貨 而是需要一群一群的神律去清理,並且期待那30%機率是遇到神律頭目 這樣變相拉長了打賭的時間,而運氣不好的玩家,有可能一場內連一隻神律頭目都沒有 這樣的情況下,能用神律究竟賺頭如何呢? 好的,這是在100張T15治療蝦谷,搭配上吉利蛋加神律甲蟲的收穫 那為了方便計算,我將原本機率出現額外神律的守望石暫時換掉 也就是說每場都固定會有5隻神律,並且個別有30%的機率是神律頭目 100場下來的結果就如同現在看到的這樣 不是神律掉落的通貨我都沒有列入計算 以陸前5月12號晚上4點的筆子來計算 床高的筆大概是160C,那個別收益是長這樣子 而全部總結後大約是賺17床高加140混沌 當然這是建立在所有東西都賣掉的情況下 並且還要扣除開100張圖神律需要花411 還有神律甲蟲一直大約9C 香加總大約是8重高加20C 也就是說扣除成本後總收益是9重高加120C 那一張圖我大約打2-3分鐘 方便計算就算3分鐘一場 也就是說100場總共花了我300分鐘也就是6小時 那在6小時不換其他掉落物、塞勒石等額外收益 神律的總收益就是9重高加120混沌 好不好賺就見仁見智了 當然運氣好的人肯定是賺得更多 運氣比我差的人就會賺得比我少 像我一位朋友剛買吉利蛋 大概打了50場左右 就掉了兩片模型碎片 撇開這次實測我至少也刷了400-500場 一片碎片都沒看過 另外三顆守望呢 要查額外出現神律或是額外掉落 我覺得看個人喜好就可以 畢竟會掉就是會掉 不掉呢我打400-500場也不會掉 這影片就到這啦 謝謝各位觀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